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了进程同步的共享内存的方法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进程同步 使用这个UNIX预套结智的方法 那么UNIX预套结智呢 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进程间同步的方法 那么UNIX预套结智 它可以用于同一个机器 多个进程间进行通信 那么了解这个网络编程的同学都知道 套结智呢 它其实最初是属于这个网络通信中的术语的 它并不是属于这个进程同步的术语 但是呢 这个UNIX系统它提供了这个预套结智 那么这个预套结智呢 它可以提供类似这个网络套结智的功能 包括这个可靠性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也了解了这个共享内存呢 它需要额外的同步机制 来同步多个进程间的通信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UNIX 一套结智呢 它就不需要额外的机制 来保证多个进程间访问的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UNIX一套结智呢 我们在部署服务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enginex 或者是使用这个UWSGI的时候 都会使用到这个UNIX一套结智 因此呢 这个UNIX一套结智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这个UNIX一套结智 它使用的方法 那么为了理解这个UNIX一套结智呢 我们在这里面也把这个两个通信的进程 分别命名为这个客户端和这个服务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客户端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一套结智的 以及这个服务端是怎么样去使用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服务端 那么服务端如果需要使用这个UNIX一套结智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创建这个套结智 那么这一个跟网络通信也是类似的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绑定这个套结智 第三步呢 是这个监听套结智 监听是否有请求进来 或者说监听是否有连接进来 那么第四步呢 就是处理和接收信息 那么这一个就是server 去使用这个UNIX套结智的一个过程 了解了这个服务端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这个客户端 那么对于客户端呢 就简单一些 首先第一步还是这个创建这个套结智 那么对于客户端呢 他就不需要去监听了 他连接直接连接这个server就可以了 那么连接成功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发送信息了 那么这一个就是client端 客户端对这个套结智的使用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UNIX预套结智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也是有这个客户端 以及这个服务端的 那么对于客户端和服务端呢 是通过这个预套结智给连接起来的 好的 来到Linux 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 在这里老师创建了一个叫socket的这个文件夹 那么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呢 将会有两个文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两个文件 他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UNIX一套结智来进行连接的 同样的我们首先来看这个server.cpp 好的 我们一行一行来看 总共有这个大概67行 首先在前面的是一些同文件的定义 那么最后呢 是两个红的定义 那么第一个红呢 是定义这个一套结智的路径 Domain Socket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这个一套结智的话 那么他将会在我们的文件系统里面创建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连接客户端 以及这个服务端的 客户端和服务端都是通过这个套结智的文件来进行连接的 那么在这里面就定义了这个套结智的路径 下面的这个红定义呢 定义的是这个信息的最大长度是2048 接下来主要是来看这个Main函数 那么Main函数呢 定义了两个FD 分别是SocketFD 以及AcceptFD 以及一个LutonCode 那么我们首先 来看这个创建一套结智的过程 那么创建的过程呢 是通过这个Socket的方法 那么这里面定义了这个Socket的 类别 就是这个Unix一套结智 以及这个Socket的信息的一个格式 那么这里面呢 是留格式 那么它的返回呢 就返回到这个SocketFD 那么我们首先对这个FD进行判断 如果是复义的话 就表示说 创建失败了 但是一般都是不会失败的 那么创建成功后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已有的遇上结智路径给移除掉 也就是说 创建掉已有的这个遇上结智的文件 接着呢 创建之后 我们是要把相关的这个内存区域给置零 好的 那么第二步呢 是进行这个绑定 一套结智 那么绑定呢 是使用这个Bint方法 那么这个Bint方法呢 首先它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前面所使用的这个SocketFD 那么第二步呢 是这个服务端的地址 第三个是这个服务端的大小 好的 那么第三步是监听这个套结智 监听呢 使用的是这个Listen方法 那么Listen方法呢 它同样的需要这个SocketFD 然后这个10呢 表示说最大所能监听的连接的大小 10个 好的 那么Listen之后呢 就进行这个Accept了 监听之后就进行这个接收 接收来自客户端的请求 好的 如果接收之后呢 就来到这个外循环 那么这个外循环呢 就进行这个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这么个逻辑 这里面是一个死循环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信息给接收 然后呢 再把这个信息给打印 保存退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客户端的逻辑 我们打开这个Client.cpp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一行一行的来看 那么客户端的代码呢 大概是52行 首先在头部呢 也是一些头文件的引入 接着是两个红 这两个红呢 跟这个server是一模一样的 接着是这个may方法 那么may方法呢 也是定义了这个SocketFD 那么第一步呢 是创建这个预套节制 这里面也是通过这个Socket方法的 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指定这个Socket的类型 是这个UNIX的类型 然后呢 这个Socket的这个数据的格式 是这个流格式 然后同样的需要对这个内存区域至0 那么第二步是进行这个连接 连接预套节制 那么连接呢 使用的是这个Connect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也是需要前面所定义的 这个套节制的这个FD的 那么还有这个普通的地址 以及普通的大小 接下来呢 是这个客户端的主要逻辑 一个死循环 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呢 我们将会不断的去获取这个键盘 所输入的信息 并且把这个信息给发送到 这个服务端里面去 send 发送信息 好的 那么最后呢 是把这个SocketFD给close掉 那么这一个就是客户端的实现 好的 了解了这个客户端的实现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文件给编译出来 好的 比较大 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么编译成功之后呢 就多了这个client 以及server这两个文件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个已有的domain 的Socket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domain Socket给删掉 好的 接着我们在第二个这个tobino呢 把这个server给跑起来 Socket 我们先把这个server跑起来 好的 跑起来了 它提示说 已经绑定成功了 并且mission成功了 那么等待新的请求 好的 那么在这个第一个tobino 我们把这个client给跑起来 这里面看到没有 我们在这个第二个窗口里面 把这个server跑起来之后呢 那么在这个目录里面 就多了这个domainSocket的这个文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类型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呢 它的标记是S的 那么这个S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了 S表示的是套取这文件 那么这里面呢 同样也验证了我们前面的学习 好的 我们再把这个client跑起来 好的 跑起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这个信息 没有什么信息 现在我们在这里面 把这个信息给打印出来 Hello 看一下 这边server就收到信息了 说receive message from remote Hello world 那么这个信息呢 就是从这个客户端给发送出去的 我们试一下中文可不可以 Hello东东腔 发送出去了 再来看一下 确实这个中文呢 它也是支持的 很厉害 Hello 编程 必备 基础知识 By 东东腔 哎呀 删除不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同样的 也可以收到这个信息 说明呢 我们通过这个 Nunix一套节制呢 可以把这个客户端 以及服务端 这两个进程给连接起来的 非常有用 好的 退出 这边也退出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这里面的具体逻辑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一套节制呢 它提供的是一种可靠的 这个信息的传递 也就是说这个一套节制呢 它相比这个共享内存 它不需要去维护 这个多个进程 去读取这个空间的 这个机制的 也就是说这个 Unix一套节制呢 它相比这个 共享内存 它多了一些可靠性 在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client进程 以及server进程呢 它们在进行通信的时候 不需要额外的标记 去管理这个同步的机制 也就是说 这个Unix一套节制呢 它使用上 会比这个共享内存 要简单一些 那么同样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里面的过程 第一步 创建 第二步是绑定 第三步是监听 第四步是这个 接收和处理信息 那么这里面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使用了 这个一套节制呢 我们在跑起来的时候呢 它会在某一个路径 创建一个soki的文件 这里面我们命名为 这个domain soki 并且呢 这个文件的这个类型呢 是s类型的 也就是说 它是这个套节制类型的 这个也需要记住的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一套节制的例子 这里面呢 我们展示的例子 是c语言的例子 那么同学们呢 下来之后 也可以找到 自己所熟悉的语言 他们是怎么样去提供这个一套节制的例子的 据我所知 我了解的python呢 以及这个java呢 它都是提供这个一套节制的这个api的 那么同学们下来之后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 使用自己所喜欢的语言 来实现这个一套节制的通信 好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 那么 首先是过程 对于这个服务端 事故 创建 绑定 监听 和接受处理 对于客户端呢 是创建 连接 和这个发送 这里面是这个客户端 以及这个服务端的流程 之后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unix一套节制 那么这个套节制呢 是提供了 单机 简单 可靠的 进程通信服务 这里面 重点是这个 简单 和可靠 这也是这个unix一套节制 相比前面所学习的 共享内存 它更加先进的一个地方 那么第二点呢 也是它的缺点 那么这个unix一套节制呢 它只能在单机使用 不能跨机器使用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 跨机器使用的话 那么我们还需要学习 后面计算机网络的知识 才能了解这里面 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网络套节制 来实现这个 跨机器的网络通信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接近尾声了 喜欢通过这节课 同学们都能了解 这个高级的进程同步的方法 unix一套节制